哈喽大家好,我是司徒雪怡 今天方聊小百科业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肠胃脏器 肠胃脏器是现代人常见的肠胃消化问题 一般而言,像生活作息不规律 三餐不定时,饮食习惯不健康 再加上长期缺乏运动所导致 一旦发作起来,腹脏腹痛所带来的不适 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的 所以这时候方向疗法也许就能够帮助你 我们吃太多,吃太快,或者边吃边说 那这些行为都很容易引起我们肠胃脏器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 带有曲风功效的精油来帮助 像薄荷、生姜精油就很有效了 我们只要将精油和植物油透过混合 然后就以顺时针的方式轻轻地按摩肚子吸收 这样子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帮助缓解 我们肠胃脏器所引起的疼痛了 除了饮食习惯容易引起肠胃脏器以外 长期服用抗生素也容易引起肠胃脏器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地补充一些 益生菌或者天然的优格 再配戴一些带有曲风功效的精油来使用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肠道的恢复 其实导致肠胃脏器的原因还有很多 那如果你本身就觉得自己已经生活很规律 饮食也很健康 但还是觉得自己有肠胃脏器 当然也试过其他方法 觉得都没什么效果 那这时候呢 还是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找出病因 这样子才能够要到病出 好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好 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电邮给我 那电邮的地址呢 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栏可以找到了 我们的商城最近开张啦 里面有售卖一些能够改善肠道功能健康的精油管输 然后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希望可以好好的帮助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